嗨 大家好 我是林洋傑 呃 今天 我在這個捷運站這邊拍我 那其實我這個人 還是蠻害羞膽小的 就是 這邊好多人啊 說話感覺很不自在 然後也覺得 沒辦法像野外那樣可以大聲喊叫那樣子 啊 最近 呃 不知道為什麼 只想交女朋友 然後 也很想賺大錢那樣子 我突然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就好希望 怎麼講好像 有很多 就很希望很多不勞而獲的 賢財或者是 天上突然掉下一塊黃 黃金那樣子 然後 就被我簡單的拿到 怎麼講就是 想說到底會不會哪 哪一天我突然就 身上就獲得一大 一大筆意外才是那樣子 我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是我 太頹廢嗎 還是說我這個人太失敗那樣子 每 每天 無所事事 然後 沒有什麼目標那樣子 我 我坦誠啊 我每天 幾乎都 都去用那個什麼 聊天 軟體 或是聊聊天室 啊 就像我前面說的 我想要有一個女朋友 那我每天都上這些聊天室 那些 呃 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是 到底是真實性別為何 從 言之我就是 跟他們談的許多 然而 有人告訴我說 你也不要傻 就是 在這網路上面 其實是很難 很困難 去有這個震撼 那 我倒是覺得就是 被受打 打擊那樣子 因為說實在 我自己 呃 並沒有什麼一個 可以 呃 和 異性可以 正常溝通的管道 因為我認識的女生真的是太少了 我 我 我沒辦法 啊 其中晚上 其中 我認為最挫折啦 當然是 呃 遇到這個 這個 同性戀 啊 我不是說同性戀不好 然後就是覺得說 我忽然就覺得說 啊 因為 對我有興趣的大概就是 同性戀嘛 就是在網路上 很多人啊 就是說 我也不能說每個都懷而已 但是就是說 啊 我就覺得很無奈那樣 就是 真的 網路上真是形形色色的人 每個人 每種人都有 然而就是 我難道 沒辦法遇到一個女生在網路上 她就對我發表說 對我說 她很喜歡我 或者是 就是 連一個真的女 女生 都 都 一個 真心想 愛我女生 在網路上都遇到 我認為實在是 很難過 那 啊 天小子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結婚啊 如果 不能啊 我就是 擁有這個獨聖恩 恩次那樣 那 我還是 一方 其實怎麼講一方面 我 我真的很希望說 啊 大家 能給我錢那樣 就是說什麼 意外的 財富 能給我呢 哦 我真的好希望 沒辦法 因為我 啊 希望我 我明天喔 如果 或者 有一個 面試 啊 工作面試 那我盼望 我能 如願的 呃 應徵上 那個工作 到那個公司上班 因為 我認為一個 男人喔 乘天胡思亂 亂想 每天希望 大量錢喔 能夠 白白 進我口袋 就希望 女生能盜追我 我認為這個實在是 非常不切實際 那 希望 我能藉由 應徵上 工作 能讓我的生活 呃 漸入懺悔 那 在此 謝謝大家聆聽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